7月10日 全球领先的邮轮假期公司 嘉年华集团 今日宣布 全球旅行大师 公主邮轮旗下 首座专为中国市场 两身定制的大师级世华邮轮 盛世公主号成功抵达上海 并在户举行顺大的中国首航庆典 作为此次命名大师的姚明 叶丽夫妇 出席了纪念活动 并在现场也讲述了这次体验 盛世公主号激动热情的 虽然我不是第一次上船 但第一次上邮轮 有一种小王国的一种感觉 作为大师级舍华邮轮的盛世公主号 无论是外观还是内部设施 都是非常的舍华完美 这还是一搜 适合全家一起出行旅游的好趣处 作为名人的姚明 也谈起了自己与家人的出行烦恼呢 不太多 因为对我来说要找一个比较安静 都不会被人围着的地方 是挺困难的 不太多 但是我们有一些 去国外的一些旅行啊 还是挺放松 挺开心的 在邮轮顶层 设计了一个室外篮球场 当新潮记者问起邀明 是否会来一场Leave Show 他又是如何机智回应的呢 我想这个比赛非常适合 这种三对三的比赛啊 或者什么样啊 和那个比较大 感觉比较契合一点 在这里 可能是否会来一场 是否会来一场 是否会来一场 这种人来观众 这种人来说 这种人来这种 是否会来一场 是否会来一场 这种人来说